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因为纯亲王载丰的归来蒙上了一片阴影 载丰本来是奉祠喜皇代后之命进宫的 而随他一起回来的竟还有宫中内侍庶名和宫中禁军 爱卿觉罗载丰第二代纯亲王 清宣帝道光皇帝的孙子 当朝光绪皇帝的弟弟地位崇高 只见他满脸惊恶 眼神涣散 似乎是刚刚听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消息 这还没有完全理解呢 面对着家人的一再询问 只是机械地传达了当时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命令 慈禧太后的意志 将他和迪弗晋 苏丸寡尔加佑兰年仅三岁的儿子 爱新觉罗普遗过继给他的哥哥宰田 爱新觉罗宰田不是别人 正是被慈禧囚禁银台 完全架空大清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 就在那一天这个才三岁的孩子 被给父冰冷的面孔 强行带领了温暖的家 一夜之间变成了帝国的合法继承者 这也不是啥天降大任神明显灵的奇事 普遗之所以能顺利成为大阿哥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老佛爷需要 甚至他不是第一个拥有这样命运的孩子 在他之前有一个叫爱新觉罗普遥的堂哥 已经被立为大阿哥了 后来又被废除了 至于老佛爷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 给光绪选儿子呢 因为光绪没儿子 这要是普通老百姓没儿子就算了 难不成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吗 这对于当时的亲皇室来说 还真是个让人脑合同的问题 这没儿子就没法继承皇位呀 毕竟也不能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对吧 我国皇室没儿子不要紧 邻国皇室有 邻国皇室没有也不要紧 姐夫妹夫二姨父 只要是个人就能拿来当皇帝 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关系乱的就理都理不清 所以面临这个困局 慈禧只能选择和光绪递血统 最相近的孩子来继承大统 那咱们再说回爱新觉罗普遥 为什么他后来又被废了呢 有种说法说是慈禧经过观察 发现这孩子得不配位 是个问题少年不适合当皇帝 Excuse me 慈禧不就是想找个 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傀儡吗 他需要的可不是什么储君帝王啊 人家就是想找一个在目前端座的一个人偶 毕竟他自己才是这个帝国的化石人 所以唯一的原因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爱新觉罗普遥从一个小孩子长大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了 这个才是慈禧最无法忍受的 那环顾整个皇室能满足慈禧需求的 就是那位才学跑学跳的小男孩最合适了 没错就你了 这光绪皇帝死之后呢 慈禧继续垂帘听证的最佳理由 光绪帝为这件事也很是愤怒啊 他明白自己的母亲这样做的一个真正目的 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 祖宗的基业 整个国家将走向毁灭的神源 但他无能为力啊 此时不要说是风云鬼爵的政治博弈 就连自己的性命他都无法掌控 果然1908年11月14号 光绪皇帝死了 虎仪继承皇位 也就是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宣统皇帝 也称清废帝 在1980年前后 由河北省文物部门出面 抢救性保护了宣统皇帝的陵墓崇灵 在其中发现散落的光绪帝尸骨头发 经过化学检验 光绪帝体内充斥着急性毒药 很显然他是被人毒死的 何人所为呢 答案也很明显 证据也很确凿 因为在他死后第二天 也就是1908年11月15号 他那个控制与强盗变态的老妈 慈禧太后也死了 这典型呢就是 死我也得把你一起带走啊 主要是慈禧怕自己死之后呢 光绪帝为了报仇挖他的坟 毁他的名声才如此作为 不过这老太太也真是一个 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样一个人啊 就他那大坟 还轮得着他亲儿子和和 人家老孙早都给扒了没了 就这名声 还有遭他的余地吗 反正事实就是 你俩都死了啊 这个死之前呢 老太太都交代了 由龙玉太后和纯亲王 一起设政管理国家 这当了三年的皇帝 你要说溥仪当初啥滋味来了 我是真不敢确定 你说一孩子 从三岁到六岁这段时间 你就是给他金山银山奥特曼 海边宝宝山 他能记住多少呢 还不都是大人说了算吗 什么 啊 等孩子大点了之后就知道了 对不起 等不了了 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 军阀大老袁世凯吃完原告吃被告 两面三刀就把清政府给玩垮了 自己当上了大总统 溥仪被逼退位 1912年玉龙太后临朝称治 溥仪正式退位 这一退就是六年 那六年间呢 溥仪还是住在紫禁城 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里面 还是每天的由宫女太监去伺候 但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严仪仗 据说啊 玉龙太后呢 并不待见自己这个空降来的儿子 他认为正是因为这小子突然到来 才害死自己的丈夫光绪皇帝 也讲不清到底是什么逻辑吧 反正就是特别敷衍的 去照顾着溥仪的一个起居 虽然景欲时依旧如故 但始终是缺乏一个真正的陪伴和关爱 1917年 一个叫张勋的狂热保皇派 带兵去攻入北京 拥护溥仪上位 但仅仅只过了12天 就在一片声讨中狼狈收场 张勋复辟的历史闹剧 也很快就成为了笑柄 淹没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原本跟随无佩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 发动了北京政变 将溥仪等人赶出了北京城 那溥仪也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15年所谓的皇帝生活 带着一众家眷跑到了位于天津的日租界去躲藏 1931年 禁欲中国领土 已久预谋多年的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尼本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 在东北实行了一系列童话措施和残酷的统治 日本人就琢磨 怎么才能更加冠冕堂皇地霸占东北呢 真给他们想到了 清政府的老家不就是东北吗 干脆就把溥仪弄到满洲来继续当皇帝 这样他们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扶植代理人以便更好的去掠夺资源和财富 这种不要脸的做法 时至今仍然被某些国家奉为闺孽的去执行着 溥仪当然心里面乐得颠颠的 没有实权 不要紧 紧一时就行 会被骂名 没事 能让我继续享受皇帝尊容就OK 于是在1932年3月1日 溥仪在维满洲国第三次登机 年号康德 也不知道那位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伊曼诺尔康德知道后作何感想 据说当时溥仪得到日本人想要接他去维满洲国 当皇帝这个消息的时候 蒋介石就通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截获了这个消息 蒋介石还专门派人去告诉溥仪 只要他不去 会给他超高的待遇和安全保障 结果溥仪压根没犹豫 乐呵呵就跟着去了 做出了他一生当中最后悔的一个选择 当上皇帝 还是第三次 这按理说也该过上幸福日子了吧 可日本人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 也从来不尊重这个名义上的满洲元首 说实话 当时在东北的日方高层 也很看不起这个卖国穷荣 贪图享受的傀儡 甚至直接下令 强行命令溥仪的弟弟溥杰 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 意思是要着手 让日本血统的后裔来接受为满洲国 这个至于为啥不让溥仪直接娶个日本女人 非得绕这么一大圈子呢 原因也很尴尬 还带着点心酸 就是吧 溥仪根本就不愿意上女人的床 看见女人就发愁 更别说关了灯干点啥子 当然这事呢 还得从他悲惨的童年去说起 就说那时候太监已经管不住了 特别喜欢晚上从皇宫跑出去赌钱 可这小皇上晚上起夜 撒尿喝水吃宵夜 对吧 这个都得有人去伺候呀 咋办呢 就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太监们发现那时候的溥仪 已经发育了一点点 能大概做一点男女之事了 就让宫女去轮流着去侍奉 这样一来呢 皇上夜里也就有事干了 寂寞的宫女也有了排遣寂寞的方式 而且万一一个不小心怀上了隆重 那就一步登天当娘娘了 这可想而知啊 憋了多年的宫女 个个是秋日干柴啊 你别说烈火了 就溥仪这点火星子就能给点着了 那据溥仪自己回忆 那些个晚上基本上是夜夜通宵 换着人来 小小一个花孤独就这样活活的给干报废了 从此呢 看见女人那是比看见老虎还要害怕 更别说生孩子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苏联红军攻入东北 在沈阳抓获了正要乘飞机逃亡日本的溥仪 把他抓回了苏联监狱 1950年7月引渡回国 溥仪觉得自己这回铁定死了呀 结果又是没想到 新中国不但没有苛刻 他还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1959年国庆前夕 刘少席主席将溥仪特赦 并在1960年3月为他安排工作 负责整理清政府和北洋时期的历史文献 自己整理自己家那点破事呢 溥仪还是很在行呢 毕竟从六岁的时候开始 他就在他爹光绪被关押的营台 接收着名家的指导 也算是学士渊博 这也就有了网上流传甚广的那个段子 就说溥仪自由之后呢 买票回自己家 也就是回到故宫去参观 发现有一幅光绪地的照片给挂错了 这个工作人员叫来的这个专家呢 还训致溥仪说 这都是我们考证过的 你不懂你不要在这瞎拜拜 溥仪就很温和的说道 你们挂的是我爹 纯亲王宰丰 我还能认不出我爹吗 那出于后的溥仪呢 就彻底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一个看法 还写了一本自传 叫做《我的前半生》 毛主席对这本书的评价是 写的不是很好 因为溥仪把所有的错 都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影响 1967年10月17号 溥仪因肾埃去世 中国最后一位封建皇帝的去世 也让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彻底成为了如烟般的历史 他的一生其实就如毛主席所说 历史背景放在那儿 因为有多少人能不受其影响呢 最后呢 溥仪还揭秘了紫禁城里的 另外一个黑幕 说在紫禁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如意馆 是在康熙年间设立的 用于宫廷绘画 研究艺术的这样一个地儿 名字和场地呢 有过几次变动 但这个机构却一直都存在 太妃皇后要是想 这个画个画写个字 就先让如意馆的画师去描好县 太妃或者是皇上 在天上挤笔 这就成了玉笔之宝 而故宫下午五点之后不开放呢 据说是因为在这里呢 皇帝就住了二十几位 妃子宫女更是不计其数 里面冤死惨死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故宫的灵异事件 一直都很多 我们可以评论区说一下 你知道的都有哪些 想听的呢 也欢迎随时私信我 或者是留言 这里是一条线索 一个故事的脑洞大开竹 告辞不送 如果你对竹公子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新月哦 我们下期再见